另外乡代表们也针对公募纳古塔辟建计划 受印象集团波及的花六四线改善工程 重视生长与新住民弱势族群 以及产业道路环境维护等议题 轮番上台直询 近年来瑞瑟乡各个无障碍友善环境设施建制的周全完善 乡代表钟永春肯定的同时 也建议乡公所新增生长或新住民的模范父母亲表扬 党奖项以自鼓励于肯定 除了社会弱势议题 向代表黄中志则关注元宝地申请作业及产业道路 部落社区环境的维护 为什么民众会反映到我们这边代表会的同仁 就是你们没有监督 你十四万一条水溝 一条产业道路你要推多长 就是有一些比较紧迫 但是是规模没有那么大 就包括大家代表频道的一些环境清洁 还有这个杂草清除 水溝的一些脏污 它可以透过这个故宫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置 另外地方建设议题上 相代表林玉芬首先针对公墓纳谷塔新建计划进度 以及受0402泰鲁格号事故的异想营造波及 所承包的花64线锐港公路改善工程 请相公所说明后续的善后作业 那他们后续他们是说他们会在另外上来 所以这个就现在我们来注意 那我们就多关心一点 就是看进度 其实我也是在非常的甘心 因为你需要来 他现在靠这个视线就这样摆着 我一直很怕有些变波揉露 可能会就造成一些克服伤害 我现在看他现在目前有用那个反部盖起来 前一段时间还没有 没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在关注所有的 瑞瑟湘待会这一届最一次的定期会 乡镇总执询一程也将接近尾声 乡代表们也轮番上台 执询问证 为名喉舌也严格监督确实把关 让瑞瑟湘乡镇业务的推动与发展更顺利 更贴近乡亲民众的需求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